姓鄭 姓羅 你們的職業是? 學生 我也是學生 未來施政報告 有什麼期望? 有什麼期望? 首先他要做他最需要做的事情 就是出來回應市民需要聽的事情 由六月初到現在 發生了這麼多次的遊行集會 每個人都出來表達自己的訴求 但每次都出來譴責暴力 他是在逃避問題 有很多事發生了 例如警察過份濫權 總之有人受傷 甚至沒有自己的命 去做這件事 但他出來沒有 一些同情都沒有 首先要出來回應訴求 先好談其他事情 你認為有什麼是會令到稅 會更加用得其所? 其實就現時的階段來說 我們示威者所追求的事情 是剛才所說 在精神層面上比較多 但如果政府是想幫助市民的話 我覺得他們可以嘗試撥款多些 去醫療方面 就可以令可能 如果現在可能有些受傷的示威者 他們不夠膽去 因為法律的原因 不夠膽去公刑的醫院求診 但如果政府是可以撥多些款 去醫療方面 令到受傷的人 或者其他有需要的人 都可以得到適當的資助 令到他們在醫療方面 有更加好的受益 除此之外 我覺得 他撥多些款 去一些可能給社工界的 的sector 會比較好 因為其實 在這個情況下 我相信很多香港人 都是 可能精神上 都會受到一點點壓力 或者甚至 有些人可能 其實上網都看過很多 可能患有抑鬱症 或者焦慮症的人 他們在這個情況下 都覺得很辛苦 因為他見到可能 外面看新聞 發生這麼多事 但可能自己又幫助不了他們 所以我覺得 在counseling這方面 是需要撥多些款 因為香港人始終都是大壓力 其實很需要去 去prevent 去prevent 這件事 因為那些自殺的 很多時候都是這件事 去 發生出來的 所以 要撥多些款 去做多些這些 都沒見到 有些人 全都沒見到 我會做多些事 這麼多事 做多些事